好 關心以色列軍方 在週一襲擊加薩最大醫院 並聲稱這場精準行動中 殲滅了二十名哈馬斯的武裝分子 那麼在這場行動當中 以過軍方說 特種部隊在步兵 還有坦克支援家進入了醫院 那情報也顯示 哈馬斯領導人企圖在醫院裡面 重建指揮部 同時呢 也釋出了攻擊影片 表示軍方進入醫院時遭到襲擊 那雙邊激烈的交懷 造成一名以色列的大兵喪命 4 多謝 2 多謝 小謝 3 4 4 1 3 5